字幕第三部份就是说了 美国肉马者杯经典大赛 这场就是全美国最高殊荣的赛事 举办了今届第四十届 很多年都有历史感动时刻 最记得许瓦达如何输了 上年航线如何大胜 所以这场赛事都很精彩 今年还有日本马挑战校 美国的泥地王兑两只日本马 究竟两只日本马够不够跑 刚刚的佳提过 上年航线的夜马之帝很夸张 但今年好像呈现运战之局 呈现运战之局 都要看跑道 因为通常美国看泥地赛 当然走得快好世界 在圣瓦尼泰马场跑二千路程 哪个起步呢 其实一个直路尾特定的起步点 跑过一次看台 第一次过中点之后 都用了整个马场 真的要斗快抢位 起步之后都会有一条大直路挡位 所以档位就算是中外档 也影响未必很大 泥地外圈关系 他的直路就会比草地长一点 好了 今年玉马者杯经典大赛参战马名单 比起上年多了很多马 最受触目的有百度刑保奇岳 日本代表有杜拜世界杯冠军 另外日本也还有另一笔代表五号的取胜秘籍 之前都赢过亚联游打比 之前都赢过亚联游打比 十三位代表 蔡卖金杯 他又跑第二 另外还有一只受到注视的马十要的天方勇士 四出三截 最近都赢了太平洋经典赛的一级赛 日本代表有派出刑保奇岳 应届杜拜世界冠军 说卡士九 但如果历史上 未有一只马赢杜拜世界杯 同一年赢了玉马者杯经典赛 通常赢完玉马者杯经典赛 下一年赢杜拜世界杯 这只金典可不可以呢 如果你看他杜拜世界杯的姿态 相当不错 后来其实回到日本之后 再跑了一场 那一场都赢得轻松 日本电视杯当然轻松 因为在哪里跑 他说是全桥 那一只杜拜世界杯 那一只全桥出现 在地方马场那里跑 你照样说应该赢是很合理的 当时还有1.6倍 超低的 很轻松 很多对手 罗老板 今天我们录影的时候 跑JBC卡整个赛事 他当然是轻易而举 赢了这一场 没断都是仰仰仰仰仰 穿田掌握 很轻松 跑第二那只 其实再出都不错 在JRA赢了一场表列赛 他真是修捕式的赢马 不过他的跑法 刑保期外是后上马 因为今场你看美国代表 很快的这几只马 会不会是受胃 还是组断食泥 食一堆一堆刀呢 这一点都要想一想 我反而会加速关心 就是美国的泥地性质 和杜拜会不会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杜拜 我们记得有时候很利放的 但是这一只就居中后尚 论实力在这一组 就真的绝对可以赢 看看会不会应用到美国的泥地 那就不怕的 日本队这只后追而已 有只摆前的 取胜避忌 跑完肯塔基打鼻之后 就没有跑 这次就拿过来美国的 可以赢过亚联游打鼻 那是哪里出声的当日 这一场出门就很顺利 放在前面走 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到了 在前面越放越顺 取胜避忌 其实他之后 放得很顺利打鼻 就表现一般的 那天都放在前的 不过回来美国的马速度再好一些 他自己就转弱了 如果放得顺利 这只马我觉得是有一定能力 不过这只马 其实都试过出门 不是很准的 因为他之前 沙特打鼻子 也有转播 那场出门稍慢了之后 就跟前跑到第三 表现就不觉不失 如果出门顺利 放到前面走 我觉得他也有一定机会 不过美国马速度也很快 他自己还有一点 就是因为这只都是三岁马 跑得比较少一些 去到年底的时候 有没有进步 你也说得对吧 这场在美国马速度也比较快 所以如果他被人 摔了这三四五六位 会怎样呢 这个真是问号 不过这样 用马者杯 经典大赛冠军 都要看看上仗 有什么战线 是比较值得参考的数据 太平洋经典赛 必利是錦标 赛卖金杯 不过对上一场 他们一定要赢 或者起码要入Q 至码要有近况 通常跑到泥地的近跡都很重要 不可以输得太远 看航线 上一届就很轻松赢了 他也是拿一场太平洋经典赛 其实只是帕列特 这届他也是天方勇士 也是赢了这场太平洋经典赛 都是放在前面 不过他赢马姿态 就没有航线那么轻松 他都真的斗到最后一兵一竹才赢 刚刚中点前紧胜 这些马都是一级赛 如果照计在这些赛事里面紧胜 好像说服力又差一点 不过又给他说 他始终第一次对着教育年长 他都赢了 当然没有航线那么厉害 但是也算是收货的 这些马很贵的 二百多万美金 两岁的时候买回来 但是联马斯对他都挺高的评价 因为他中间的时段买了一些伤 所以没有跑那些三冠系列 但是季美復出的时候 他都能够赢到二千 气量方面你也不用担心 至于你说在外当 应该都会抢钱的 反正都是排在外当 交给阿帕列特 其中是实力马 作为战战也要看的 赛马会金杯 这场很前景 代表也是这一场 两只赌得很精彩 很前景 这一场 他第一次纳上来一级赛 都立刻攻陷 其实代表在后面 两只马都斗足一条直路 好前景最后就赢了马臂 也都是紧盛 这场都是一级赛 水准都不错 当然是 在前面 越走越顺 代表逐步蚕食上来 不过终点前一步 都还是未追到 紧盛 如果他对比天方勇士 他四岁可能成熟程度 肯定比较高一点 还有这场好前景 其实演出也挺稳定的 刚刚我们看赛马会金杯 赢了二千 其实他跑过七场 四分两匹 是一场比较差一点 就是二千四百米 可能真的太长了 这次宿继续跑回二千米 应该都会对他发挥 看看另一条战线 那场韦特利让赛 小川白马这只白马 都挺好前速 看看胜道 代徒你今次是跑他的 小川白马就很认 当然是白马 看样子就不像那麽叻马 不如在前面好像越走越有 这只白马 之前那场大刀背仰彩 他都还在输给胜道 这一场他反先翻成五个马 比六个马 后面第三Cody Rich 那些很厉害的一里马 这场是很夸张的姿态 是不是跟联马斯的关系 因为联马斯杜卓和 其实是针了十年 今年五月才要拿牌 开始练马 都接收了这只马 跑了两场 第一次先上名 第二次是赢的 可不可以再提升 推高到2,000 因为上次是1,800 2,000 能够到尾 不过看他刚刚看 他末段的出脚 看来2,000都可以 他跑过一次2,000 不行就是亨塔基打鼻 那场就走外跌 但看他刚刚末段的劲度 我相信跑了200米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800 我相信气量方面 分别应该不太大 那就是圣导 今次又有戴韬韬韬 戴韬韬韬 下年就在美国 平均 会不会今次也 拿一些成绩 因为始终美国 原先的大马房 都有自己的骑士 打游击 都要表现一下 演出很准的 圣导 拍了13次 12次是上名的 不过上场就这样看 要自己提升 因为前一场的胜度 输给小川白马 也有6个马 还有点挑剔 就是这只马跑了13次 都是只有3分 对一级马来说 好像偏低一点 因为他都好像对过 同场的对手 好像暂时还没够跑 好档 带途里 那就帮到他 再说另一条战线 賓夕凡尼亚打鼻 都是这次参赛马 上阵 沙国桂冠 还有正如理想 这场是湿地 是 这一场沙国桂冠 又在前面 始终跑到湿泥 擺前走 没有吃那么多 是比较好 正如理想 都直路在大外档 逐步追上来 输半个马位 两只马 表现都不错 沙国桂冠 都是3岁马 跑了5次 没脱过Q 这些都 演出准 可以说 但这次对手很强 看看进度如何 这些打鼻 不是狠塔基打鼻 也不是胜亚尼塔打鼻 所以水准都要算一算 还有当时是湿泥 浴马 这一杯经典大赛 看来 其实今届 没有什么独大 就算是日本马过来 都要挑战一下 如果选一只初选 哪一只 喜欢哪一只 我试试很前景 始终现在这只马 跑过7场 4分2个第三 输的那场是2400米 长一点 继续跑2000米 我觉得是对它合适 希望今场有好表现 我支持日本马 也不要奇恶 始终是杜拜世界杯冠军 这只马 回到日本本土 赢了一场 以热身来到这里 应该是出击目标 川田障坏有大赛命 最近都挺顺 我选择 刚才阿斯利提过的年纪 但原来巴库达过往赢 四架肉马者杯 经典大赛 都是找些三岁马 所以天方勇士 虽然出赛经验比较少 但见上一次 跑到2000 回到来 中点前 他如洗一路都顶住 对手过去不了 今次帕列特再跑 再赢一届肉马者杯 草地大赛 是星期日的清晨 5.50分开跑 而肉马者杯 经年大赛 6.40分开跑 大家记住 早点起床 说完肉马者杯 说完维多利亚 打给佳美猿 浩然身处澳洲费用盟马场 星期一和大家谈 墨尔本杯